年纪大了,生活所需也会跟着改变 在高雄专栏馆转出的 2019亚洲热林智慧生活展 共有超过200个摊位 转出生活辅具、健康促进等商品 今年的主题定为无林生活 主办单位安逸国际 希望呈现无林生活的美好实践和未来想象 2019亚洲热林智慧生活展 展出生活辅具、健康促进商品 养生健康食品、长朝安居服务 和睡眠科技等内容 共有超过200个摊位 提供的各项商品和服务 都是能让长辈的晚年过得更好 主要的诉求就是来讲一张椅子 让你放在客厅 家里就可以做运动 让你这样长期使用起来的话 就是达到很好的运动效果 那我们有了这些省力的系统 一位系统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协助照护员 可以更省力的移动病患 而不要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今年的展出主题为无林生活 主办单位安逸国际表示 希望从熟灵升华到无林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同时跳脱年龄的数字 关注生活的态度和品质 延伸享受优质生活 那这个不光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 而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的生活更加的愉快 更加的active 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无林的金融 包括我们各种科技的运用 以及甚至包括我们的观光旅游 都属于这样的部分 会场上还邀请林雅和前镇两区的长辈 在健身老师的带领下大跳健康操 展现长辈们的青春活力 市府卫生局和社会局长也感谢主办单位 集结优质厂商的好商品和服务 让高雄的长辈提升晚年生活的品质 今天该不会看到所有的摊位里面 都有所谓的实体的展现 也有活动的参与 那你可以体验到将来 你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展览活动 没有办法动得好 吃得好 睡得好 这个活得好的话 把那个时间尽量压缩到最短 所以就需要我们各界 在很多的健康促进 在很多的一个健康管理 饮食等等 大家一起来协助 每个人都会老在看好 银法商机的未来趋势下 厂商不断以最新科技开发新的产品 解决长辈生活所需 也等于为未来的自己 预先打造乐林智慧生活 2019亚洲乐林智慧生活宅 正式开步 记者黄俊怀来长邦 高雄报道